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制作 乘入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 特别是在城市路段或者下游阵 复杂的交通环境会造成车辆的长时间动挡后和拥堵 这种情况下非常影响人的心情 更干的是在通过通行的过程中 遇到后面或左右车辆的加塞 让本来烦躁的心情更加糟糕 这种问题发生时要采取相应的错疑 千万不可怼上去 自己的车上最好安装行车记录仪 这种仪器可以很清楚地记录行车情况 它也可以为一些交通纠纷和事故提供行车证据 像其他车主强行插队 恶意变车的情况发生 而破坏交通秩序时 如果有了行车记录仪提供依据 自己是不用负任何责任的 在赌车过红利灯时 自己要控制好与前车的车距 特别是车辆多 队伍排得很常识 很多不良司机就喜欢在空档比较大的地方插队 所以车主千万不能马虎 要紧跟前车 这是最有用的方法 除了要跟进前车 当其他车辆有插队的苗头 车主就应该用喇叭提醒他 如果对方不听 就保持和对方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给他逼到的机会 这又不让道 一旦出的事故 责任就在强行加塞车主那一方 要阻止加塞的过程中 自己也要住严权 如果对方只要加塞 自己又不赶时间的话 让他过吧 如果双方都不退让 只会让交通更加用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